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繼美國和澳洲之後 現在歐洲竟然都傳出 要即將禁用TikTok的消息 歐盟執行委員會表示 歐盟所有成員都將會完全禁用TikTok 任何連接到公務網路行動裝置 都不可以安裝TikTok 已經安裝的人必須在3月15日前移除 而根據BBC的報導所指出 針對TikTok禁止使用的禁令 歐盟執行委員會表示 這個命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避免內部公務網路產生資訊安全問題 而受到威脅 同時都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提供歐盟職員在使用社群網路時的警覺心 而執行委員會都表示 目前歐盟有3.2萬的員工 包括正式員工和合約員工 而這個禁令便規定 這些人必須在3月15日前移除TikTok 如果不是到時可能會令到它的帳戶無法登入 電子郵件無法使用 而執行委員會都表示 雖然目前這個禁令僅僅是針對TikTok 但是之後會持續去檢視其他社交平台的安全性 報導中指出自從TikTok去年承認 中國的某些官員是可以拿到歐洲用戶的資料之後 就在很多地方都引起很大的討論 而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都因為這件事 受到很多西方的政府審查和禁制 目前在澳洲、美國這些地方 或者公家的機關人員已經有落了類似禁用的相關禁令 而其實TikTok在外國的影響力已經是越來越大 甚至乎是可以抗衡得到Youtube 因為它是可以把你的垃圾時間完全用 甚至乎是用了你自己本來不是垃圾時間 不是碎片化時間的空間 所以是相當恐怖 還有我之前都說過 你任何的社交媒體 只要它是可以有一個叫規則 或者是怎樣推怎樣成的動作 基本上已經是可以控制到 它想給你什麼看的 是一個幾恐怖的工具來的 只不過TikTok是跟大陸方面有一個相關性 就說它的資料可以被大陸的官員看到 所以西方就禁制它了 而其實有不同的社交媒體 都做到一樣的事 就算你說Facebook 都一樣是做得到的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